台北市長選戰競爭相當的激烈 疫苗採購爭議再次變成了戰場 衛福部長薛瑞源日前就說 陳時中的仇恨值是來自阻擋了這個疫苗前課 台北市長候選人蔣萬安在今天就批評薛瑞源 為了要護航陳時中編造了謊言 黃珊珊也說 薛瑞源什麼時候變成了陳時中的競選總幹事 另外為了要把握最後的充辭時間 陳時中還有黃珊珊在今天上午一前一後 到內湖的湖光市場掃街 陳時中再度遭到民眾嗆聲 指導對手本命區內湖湖光市場敗票 陳時中又被嗆聲 但掃街走步沒有停 合體港湖女生高家瑜展現高人氣 但前腳剛走 內湖要出台北市長了 黃珊珊立刻帶著小雞回房 跟攤商一一打招呼敘舊 同個時間蔣萬安仍在木星市場 但這頭團隊成員也沒缺席 選前最後黃金州北市三強內湖先 短兵相接 顯然他們調查結果應該趕呼他們最弱吧 不要把市民當作自己的地盤 拼陸戰也拼聲量藍白火力在攻 疫苗前客到底是誰 陳時中薛瑞源像在唱雙黃就是不說清楚 薛瑞源為了護航陳時中 如法炮製炮製謊言 凸顯了民意黨的墮落 還要他去問薛瑞源 薛瑞源什麼時候變成 他是他指定他的金錢總幹事去做這件事嗎 沒有所謂的唱雙黃 我們都是同一個隊伍出來的 可能就要請教部長了 好 我們現在在做選舉 依據現在在選舉 把球再丟回給薛瑞源 部長也終於透露 前客的真實身份 陳時中參選以來 指揮官的功過如影隨行 衛福部指揮中心很有默契 都迅速拆彈 不讓疫苗採個問題 再被對手做文章 接下來為綜合報導